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告诉王 他们就来站在王面前 王对他们说 我做了一梦 心里烦乱 要知道这是什么梦 迦勒底人用亚兰言语 亚兰的言语对王说 愿望万岁 请将那梦告诉仆人 仆人就可以讲解 王回答迦勒底人说 梦 我已经忘了 注意小字 或者说 我已经命定 已经定命 梦 我已经定命 那什么意思 我们等一下再讲 你们若不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 我就必备临迟 你们的房屋必成为粪堆 你们若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 就必从我这里得赠品和赏赐 并大尊荣 现在你们要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 各位 这就是我说的 他在这个地方会碰到的情形 我相信现在在我们台湾 包括从事电脑界的 就高科技的 很聪明的人 这个世界历史历代 很聪明的人 亚历山大大帝 军事家 还有台湾很多商人 都是博士 很聪明 但是他们也很迷信 你说学科学的 我们台湾新竹园区最多电脑的 都是博士 很聪明 但是他们也都很迷信 为什么会很迷信呢 就是因为他们知道像亚历山大这种几百年才有一个 甚至上千年才有一个天才 他们知道一件事 战场也好 商场也好 他们是聪明人嘛 每件事都要有最好的预备 要准备好 好 对不起 我就是外行人说了 我要研发一个新产品 一定做过很多的市场调查 估计 人喜欢什么 包括喜欢什么颜色 去打仗的好的元帅也一定对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所以对战争的一切能知道都要知道 可是因为他们聪明 因为他们想着周到 我想他们也会很迷信 因为他们会发现 商场也好 战场也好 你估计得再仔细 你预先计划的再好 会有一些突发现象 是你想不到的 你想不到的 你打仗 你什么都算到了 结果突然来了一阵风 风转向了 就可能让你不能打赢了 商业上 可能你把市场调查 那个客户的习惯都调查很清楚 你研发的 可能遇见什么因素 或者现在出了一个什么热门音乐家 他喜欢红色的 或者什么东西 结果就 你的东西没有人买 那现在的研发 可能都是几十亿投进去 然后都没有了 战场 商场 牵一法动 全军的人都知道 我们要尽量地谨慎 小心 考虑 万一他说对了 哇 我这个产品很好 万一我忽略着他 没有说对 那还得了 所以台湾的这些商人 很有头脑 很不迷信 很物质主义 materialistic 但是他也很迷信 他知道有控制不了的东西 预测不了的东西 你看像亚历山大大帝 还有一些我们中国的苏德会 出去打仗 突然一阵风吹过来 元帅马上要问 这是什么意思 然后就有旁边的人说 这什么什么什么 他出门的时候看到一个什么特别的现象 to them 每一件事都可能是一个sign 一个预兆 对你有一些提醒或警告 所以他们很不安 亚历山大大帝也是很不安 再有能力 越有能力 越不安 所以他们旁边都有算命的 都很喜欢问 此何兆也 这是什么意思 然后他们就会 当然旁边那些人都多半是 绝大多数都是拍马屁的 他们都很会讲话 哎呀 今天我出门怎么高跟鞋断掉了 各位 那个拍马屁的一定会跟你讲 哦 因为你的腿太好看了 老天嫉妒 他都要编出一些话来 那编出来话 皇帝听了喜欢 很好 但是很多都是骗人的 不是很多都是骗人的 绝大多数都是骗人的 巴比伦王 我们上午已经讲 他很聪明 他知道我们中国人说的 马上可以得天下 马上不能治天下 你起码杀人可以得天下 但是你要管理天下 你不能只用杀人的办法 陈吉思汗他们就不懂这个 英国人就非常懂 英国人是非常会治理的 非常知道怎么样来治理 尼布甲尼撒也是 所以他身边除了很多智囊团以外 一定有这些算命的人 因为他很迷信 好 他有一天做梦 梦叫他很烦恼 法老做梦也睡不着 不过他这个睡不着呢 就不是小事了 他就把人家都叫来了 所以你在这些王 这些独裁者之下 其实日子并不好过 我们中国人说半君如半虎 好像跟老虎在一起一样 赏你赏很多 罚你也罚得很厉害 他说我做梦了 很烦 我要知道这是什么梦 这句话是两句话 我要知道这是什么梦 第一个 我要知道我做了什么梦 What kind of dream I have 第二个 我要知道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dream 我要知道 这两个 比较重要要知道梦的解释 我们近代人二十四季 就是弗洛伊德啦 他也觉得梦里很多东西 他也讲interpretation of the moon 他讲的我觉得有道理的地方有 但是没有道理也很多 然后他们就说 我不知道这一问 是不是已经叫他们很担心了 因为王没有说什么梦 王只要知道 interpretation of the dream 他说好 现在你要考我们 你要考考我们 可以啊 你把考卷给我们 各位你有去考试 老师说现在要考试了 每个人拿出纸来 现在写答案 同学说老师 请问题目在哪里 老师说你猜 这就不合理了嘛 你出题目 我们来考 可以 你题目都不给我们 你要猜题目是什么 他题目不跟他们讲 你要解梦 梦是什么 我已经忘记了 或者我已经定命了 梦已经被决定了 然后你看他已经发脾气了 老师 题目是什么 你猜 猜对了 答对了 就有祝福 他不先讲猜对答对 他先讲 你如果不解释 你不答 就会被林辞 一刀一刀杀死 然后被猝死 全家都倒霉 讲出来 就很大的祝福 上次 好 我相信这些人 已经知道完蛋了 这个国王 在故意为难他们 他们第二次说 把梦告诉仆人 我们可以讲解 你给我出题目 你让我知道题目嘛 很难没有关系 王回答说 我准知道你们是故意持言 因为你们知道那梦 我已经忘了 你们若不将梦告诉我 只有一法待你们 因为你们预备了谎言乱语 向我说 要等候时事改变 现在你们要将梦告诉我 因我知道你们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 好 我不知道 尤其各位小姐 大概比较不看那种小说 看爱情小说 那种古龙的 金庸的 我不知道看不看 或者看电影 《真环传》 马来西亚不知道看不看这些 各位这里面都充满了勾心斗角 这里也是 我刚刚讲这些 我希望你不知道能不能想得到 宫殿里面 宫廷里面 阴谋诡计非常多 你一部假尼撒做了一个梦 我相信他记得这个梦是什么 刚刚才做 做到把他吓醒了 做到把别人也叫醒过来 他一定知道这个梦是什么 后面我们也看到 丹一里讲 他梦到一个巨大的象被打碎了 一个很大的象被打得粉碎 各位 你没有看过丹一里书 你一部假尼撒是王 他看到一个巨大的象 被一个石头打碎了 我叫你解你怎么解 我叫你解说这个梦是什么样的梦 你骑马 我梦见一个很大的象 然后被打碎了 我想你会说 我有一个噩梦 这不是一个 不是什么 我看到一块石头 变成一个很漂亮的小姐 这是好梦 你碰看到一个石头 一个巨像被石头打碎了 这可能不是一个好梦 我来解这个梦 我猜尼布假尼撒也会解这个梦 我解这个梦就是 现在宫廷有人要造反 对不起 这是我解释的 我为什么要这样解释 因为尼布假尼撒要杀人了 他们这些人最怕的 就是他的王位不保 就跟那个白雪公主的后妈 各位小姐 你们最怕的就是什么 有人比我漂亮 对吧 就是这样 尼布假尼撒最怕的就是 有人取代我 这些人都怕宫廷政变 毛泽东 斯大林都是怕这些 他们很怕 所以我猜他们会觉得 他做了这个梦 神明在警告他 宫廷有政变 所以他赶快把人叫来 他的意思其实恐怕是 你们把现在谁在弄政变的人 讲出来 康牧师你讲这样解经有根据吗 由第九节 你们预备了谎言乱语 向我说要等时候改变 各位宫廷政变要杀国王 通常就是少数人知道 然后在杀他之前 一个钟头两个钟头 就才比较多人知道 然后就要行事 所以尼布假尼撒把他们赶快叫来 然后说你们赶快讲 立刻讲 不讲马上要杀光 意思就是可能会是谁政变 在一般来讲 你记得以斯帖记里面有 就是太监 就是我身边的人 所以他们赶快讲 在紧急的时候能够讲出 想不出什么谎言嘛 就只好讲真相 就可以抓住人 你们在拖 就在等时候改变 各位什么叫做时候改变 时候改变 你看单一理书第五章 对不起 我们看前面一点 第四章 第四章第25节 这四章25节 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 要将国赐予谁 就赐予谁 还有一个地方 第二章 第21节 他改变日期 废王立王 就是说 时候改变 就是改朝换代 换国王了 所以整个 整个那个 这些东西的改变 那个 那个具象的被打算 尼布甲尼撒 想很可能是 时候要改变 要改朝换代 改朝换代 就是有人要造反 那么你们在等候 时事改变 就是你们要等候造反 所以我不给你们等 赶快讲出来 谁要造反 这是我的解释 这个完全不接受 或者你没有想到这些 没有关系 我只是把那个 把整个这一幕呢 希望各位再去想 他为什么急成这个样子 他为什么 各位小姐 你做了一个噩梦 你把你老公推行 我梦见 什么什么 是什么意思 你老公说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你把我推行 你做梦什么意思 管我什么事 你要把他杀掉吗 不会吗 尼布甲尼撒说 解不出来就杀掉 一个梦解不出来 干嘛杀掉 我觉得尼布甲尼撒觉得 有人在要搞政变 他很紧张 于是他就有这样的作为 现在你们要赶快讲 不要拖 因为有人在要政变 好了 脾气这么坏 现在已经 你再拍马屁 再讲客气话 都没有用了 所以这些人 这些坏蛋 这些从来只会骗人的 惹上帝怒气的这些素士 就说了 而且我们也很感谢主 他们说的是真话 从婴儿和吃奶的口中 你建立了能力 从敌人的口中 上帝也建立了能力 第十节 迦勒底人在王面前回答说 世上没有人能将王所问的事 说出来 因为没有君王 大臣 掌权的 或像素士 或用法术的 或迦勒底人 问过这样的事 他们很大胆 这次把他们所有的伙大 也表达出来 反正要死了 要死了 骂你几句也好 没有人像你这么不讲道理的 考试不给人考卷 问问题 要人给答案 不告诉你问题是什么 没有人能够说 因为没有人问过这种问题 王所问的是圣南 他们说出真话了 被逼着讲出真话 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 没有人在王面前能说出来 因此王气愤愤地大发烈怒 吩咐灭绝巴比伦 所有的哲事 于是命令发出哲事 将要见杀 人就寻找但以理和他的同伴 要杀他们 我们中文翻哲事 也翻得不对了 哲事好像哲学博士 哲事好像博士一样 其实哲事就是术士的一种 可能是高等的术士 所以你看但以理也在其中 要把他杀掉 因为你在宫廷政变 一定也都是亲近的人 所以也可能是这些哲事 第十四节 王的护卫长雅略出来 要杀巴比伦的哲事 但以理就用婉言回答说 像王的护卫长雅略说 王的命令为何这样紧急呢 雅略就将情节告诉但以理 但以理睡进去求王宽限 就可以将王的梦告诉王 对不起 我也是有的时候有点兴趣 中国的这个或者是宫廷的内斗 宫廷里面或者国王旁边 大概总有三派人马 第一派就是禁卫军 军队可靠的禁卫军 那就是护卫长军队 第二派就是太监 因为他有很多女人嘛 所以有太监馆 很红我们中国尤其是 第三个就是乌一就是术士 通常国王文的靠乌一 武的靠静卫军 然后射呢就是靠太监 就这三个来满足 通常在国民党里 共产党里 蒋介石里 毛泽东里 大概统治者也都会 维持不同的派系 好让他们内斗 他自己可以掌握他们 而且知道真相 就有这个情形 各位对不起 我不是叫你学坏 我们基督徒在罪恶的世界 要正直 要诚实 要善良 这是真的 我们绝对以神为我们主 这更是真的 但是我们也 这不是我讲的 耶稣讲的 灵巧像蛇 寻良像鸽子 但以理根 这三派人马 看起来都很不错 新约圣经 旧约也有讲 新约圣经有禁止我们 结党 我们不要结党 这个党派 在教会里面也是有 我们不要结党 不但不结党 但是我们跟各派人马 保持一点距离 但是 对不起 如果可能的话 如果不违反神的心意 我们也尽可能跟大家 维持友好的关系 那个亚哈王 他的家宅叫什么 就是养了五百个先 一百个先知 五十五十个养的 他的家宅 反正是一个敬畏上帝人 好像是基哈 等一下我再讲 就是他是一个好人 但是他也做亚哈的家宅 就是我们很可能 是一个爱主的基督徒 但是我们爱主的同时 可能我们也是 跟恶人在做事 俄巴迪 俄巴迪 俄巴迪就是保护先知的人 但他也帮亚哈做事 我们基督徒正直善良 是必要的 但是我们也可能 很多时候要演俄巴迪的角色 但一里正直善良 也是一定的 但是他也跟 太监长是好朋友 跟护卫长雅略 也是好朋友 他也没有站在太监这边 他也没有站在乌医这边 他也没有站在护卫长这边 护卫长出来要杀人 他就能够挽延劝 为什么王的命 今天这么紧急啊 哦 如此这般 但一里知道 这时候王是谁都不相信 他还是跟这个人讲 让我进去见他 你们知道一句话吗 阎王好见 小鬼难缠 我们中国常常 你再大的官 要去见皇帝 很困难的 你都要底下门房 都打通的 今天也是嘛 我们当中如果有人是老板 人家要见你 有的时候不是要见你的问题 底下看门的人 很重要 你要送很多的红包 我不是说要送红包 我不是要说玩诡诈 但是在这个最紧要的关头 但一里也可能死掉 他有机会对王这个时候还信任的一个人 说你让我进去 你让我进去跟王说 就但一里就进去了 而且但一里进去 那个时候王是非常愤怒 那个愤怒 你要知道巴比伦王跟波斯王愤怒是连太太都不能去的 太太进来如果没有拿出那个金杖就要被猝死的 你都可以看到这些人在充满了紧张当中 就有点像你看电影里面那些黑道一样 Mafia一样 随时一个人进来可能先开枪打死他 因为怕是刺客 他进去 求王不要发脾气 求王再给 各位这个时候可能是我估计深夜凌晨一两点钟 他要求王宽限 可能只能宽限三四个钟头 因为王很紧张 王怕有政变的事情 王怕时事改变 所以他也不能要求太久 但是他居然要求了宽限 然后很急 这个时候拍电影那是非常紧张的 十七节 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 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 哈拿尼亚弥撒利亚撒利亚 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 施怜敏将这奥秘的事指明 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 与巴比伦其余的哲食一同灭亡 这句话我也觉得 我们还是可以想一下 我不敢给百分之百的解释 我们可以想一下 希望神将这个奥秘事解释出来 奥秘事 另外新约就是以福所书有讲 还有启示录 奥秘 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 所有神的启示都是奥秘 奥秘就是神如果不起事 我们就不知道的事 从这个角度来讲 所有的事都是奥秘事 因为神如果不起事 我们对宇宙最重要的一件事 也是一切事情的基础 就是神是独一的真神 我们都不知道 神若不只是 我们人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事都是奥秘事 不过一般来讲 奥秘事呢 比较多讲的是 神拯救的计划 神有一个计划 神怎么样借着呼召亚伯拉罕 然后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 来拯救使万国得福 那么启示录有讲 奥秘事 其实就是神在教会里 所要做的奇妙的事 或者神在他的儿女中 所要做的奇妙的事 这个是奥秘的事 包括今天还是 今天多少聪明的人 比我们聪明多的人 他们根本不知道有神 他们根本也不信耶稣 他们对这个小孩子 都应该知道的事 他们不知道 因为他们被罪恶蒙蔽了 我们有责任要告诉他们 我们都是但以理 我们要把奥秘事 神救人的奇妙的事 跟所有的人传讲 包括在这里 我们等一下会解这个梦 这个奥秘事 其实不奥秘 奥秘事其实就是 上帝在掌管万有 或者用我刚刚讲 上帝借着教会 在掌管万有 那么但是神如果 不启示 人不知道的 他求天上的神 施怜悯 将这奥秘事 指明 免得他死亡 我们也并不是 要求死 即使在巴比伦 我们也不求死 哥林多后书 好像第四章讲 我们在这帐篷中 劳苦叹息 不是愿意脱下这个 乃是愿意穿上那个 我们基督徒并不求死 即使世上活的 我们也很辛苦 但是我们并不求死 但是我们非常渴慕 我们死后能够到 主的主那里去 我们更愿意穿上那个 好 不要灭亡嘛 但是他不仅希望 自己不要灭亡 也不希望与巴比伦 其余的哲世一同灭亡 我们并不希望 像以西节书有说 恶人死亡 不是耶和华所喜悦的 耶和华喜悦 恶人悔改得生命 我们希望 那些素氏哲世 悔改得生命 好 十九节 这奥秘的事 就在夜间异象中 给但一里显明 但一里便称颂天上的神 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不公平 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 有的时候会觉得 上帝对我们太 对别人太好 对我不够好 四个人一起祷告 看起来神只对但一里说了 看起来神只把这奥秘的事 显给但一里 其他三个人 为求神指示祷告 但是神只指示一个人 各位我们也只有感谢主 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要向谁多指示就向谁多指示 我们求主 把他的奇妙指示给每个人 但是通常神只指示少数的人 少数的人不要高兴 更不要得意 更不要觉得我要申请专利 少数的人就是我们基督徒 知道了我们就应该怎样 传给多数的人 神不直接跟每个人讲 神跟少数人讲 就要少数人去跟别人讲 神不直接跟别人讲